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帖 Fade,新帖联动讯息 新版林克玩家有13000家星穷 崩帖,2.5卡池确定 黑天鹅终于复课 2.4到2.6复课抽取推荐 三大人全卡不要错过 混石曝光 在2.4版本中 集云立和娇丘的卡池 许多玩家表示 他们计划好好储备原石 对于一些新手玩家来说 他们可能没有太多高输出的角色 然而 在即将到来的2.5版本中 飞消将登场 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角色 不仅颜值高 战斗力也很强 因此 很多玩家纷纷留言表示 想要抽取这个角色 在2.4版本中 林克玩家最多有83抽 这意味着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储备原石 你将有足够的机会获得飞消 此外 到时候 飞消还会有一些大版本活动 和签到十年的机会 因此 作为玩家 你应该提前做好计划 另外 还有关于黄泉的复刻消息 在论坛上有提到 黄泉角色 预计在2.5版本进行复刻 但在2.3版本中 发布了相关消息 然而 随着2.5版本新角色立会的发布 黄泉很有可能会延期到2.6版本 如果黄泉 在2.5版本中进行复刻 对于许多玩家而言将会承受巨大压力 因为黄泉是流营的队友 所以拥有流营的玩家肯定会想要抽取它 而飞消的实力也非常强大 因此 后续想要玩输出职业的玩家 自然会选择抽取飞消 这样一来 黄泉很可能会被推迟到后续版本 最后 据大佬透露的消息 星铁将与Fate展开一次联动活动 根据消息 这次联动将在明年夏季登场 而且据说会在一个全新的星球上展开 台面将会非常豪华 尽管这次联动还有一年的时间 但这并不能阻挡玩家们的热情 一些玩家计划在2.5版本 抽完飞消和零沙后 直接开始储备资源 以便明年联动上线时能够参与其中 开拓者为了自己喜欢的角色 而采取这样的行动 可见他们的热情 根据过去的联动活动经验 说不定在这次联动中 还会有免费赠送的四星角色 这更加增加了玩家们的期待 大佬们都比较关注 辛雄铁道2.5卡池角色 都知道飞消和零沙 这两位角色的含金量有多高 复刻名单始终没有确定下来 5FI老婆大佬放出了消息 卡池复刻名单 给到了黑天鹅和真理医生 这两位角色自然不陌生 首先就是黑天鹅终于复刻了 真理医生也终于要来了 真理作为当时 直接送的一位限定五星角色 直接在追击队中 表现非常出色 本次复刻 不知道会不会有玩家入手追击队 风系大C飞消直接成为 我了必抽的角色 都知道在2.0这一大版本中 最值得抽取的就是飞消 强度上先不用说多少 就一个在2.4前瞻直播中 亮相的侧颜和背影 都直接杀疯了 不少玩家都表示 直接跳过2.4版本 就为了抽飞消 在新三月七卡要搞一个 听说可以说飞消在组队 伤害上能提升很多 目前的四星队友 各位开拓者可不要偷懒啊 紧接着就是2.6复刻卡池的安排 通过2.5卡池复刻安排 已经知晓了后续2.6卡池复刻的安排 也就是黄泉这一次终于跑不掉了 另外还有大佬说 另一位复刻角色 不是皮诺康尼的角色 大概率或是警员 这么一算 也应该是开副角色了 黄泉本次复刻 抽取意愿 就要看飞消卡池能有多给力了 然后就是后续提到的混池 大概率开启 到时候 希望这一混池能早点上线 不然角色复刻完全不够安排 星穹铁道2.4卡池的云离焦秋即将登场 霍霍花火也即将迎来复刻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除了2.4卡池角色安排的公布外 后续卡池角色复刻安排也终于来了 有关于卡池角色复刻抽取规划安排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2.4卡池即将复刻的霍霍花火了 对于霍霍的复刻 可以说玩家们的期待非常高 作为星铁当前版本人权卡生存位辅助角色 抽取优先级高 泛用性保值率都不错 花火这位惨点之神 加入队伍中可以极大的提升队伍的实力 12.4卡池中抽取优先级较高的两位 平民玩家按需抽取即可 而说起后续2.5卡池角色复刻的安排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黑天鹅真理医生这两位了 其中黑天鹅在卡黑道队的表现非常不错 2.4下半卡池登场的焦秋 目前来看对于刀子队也有着不错的提升 具体还得看上线后的实测 真理医生对于队友要求高 配队成本也高 不太建议平民玩家入手 至于后续的 2.6卡池则大概率是黄泉复刻 当然啦 前提是2.5卡池的两位复刻角色实锤的话 而前段时间提到的混池的开启 目前来看 起码也得到3.0版本之后了 版本跨度大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大随时有转型的静心 大随时有声有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